第四十四集 张主任办事效率倒是很高 第二天就领来了一个保姆 大概三十多岁 不知道为什么萧天阳觉得 这个保姆有些面熟 却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于是萧母开始向保姆交代一些注意事项 该怎么护理 保姆还算乖巧麻利 萧母也稍稍放下心 萧天阳见事情已成定局 也就不再坚持 乖乖地去买车票 也许现在让父母亲回去 才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再待下去的话 彼此都别扭 在此期间 夏局长几次打来电话 要一起吃顿饭 都被萧富蜿蜒谢绝了 萧富是个异常倔强的老头 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 既然不是一路人 就不要勉强在一起 彼此都别扭 萧氏夫妇终于要走了 夏寒却眼泪汪汪地拉住婆婆的手 不肯松开 虽然相处时间不长 但是二人的感情却很深 彼此都有些依依稀别 妈 你真的非走不可吗 要不让爸先回去 您再待一段时间 我舍不得你 夏寒难过地说 孩子 妈妈早晚要走 毕竟这里不是妈的家 早走晚走都一样 萧母俯着夏寒的手说 妈 您说什么呢 这里就是您的家 萧母叹了口气说 哎 夏寒 妈从心眼里喜欢你 本来还想带你去老家看看的 可是实在不方便 只好等以后再说了 妈 夏寒终于哭了出来 萧父走过来说道 走吧 再不走赶不上火车了 又转头对夏寒说 夏寒 爸爸脾气不好 你多担待吧 爸爸真心希望你们能幸福 夏寒频频点头 却早已经说不出话来 萧天阳默默地背起行李 率先出了门 火车已经开走了 萧天阳仍然静静地站在站台 他兴高采烈地把父母 从这个火车站接出来 现在却又满心愧疚地将父母送走 本意是想让父母见证一下他的幸福时刻 却没想到 却没想到为父母惹了一肚子的嫌弃 父亲上车以后一句话没说 母亲的话却依然响在耳边 孩子啊 夏寒是个好姑娘 你们之间的事 妈也不懂 可是妈真心地不放心呢 你这样做 值吗 是啊 如果必须要牺牲尊严 那换来的种种一切 值吗 岳母怎么也算个高级干部 应该很会控制情绪 怎么会这样 这与婚前的他判若两人 萧天阳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张主任却是另有想法 如果夏寒没有残疾 那么这种表面上的和睦 还会继续下去 可是现在夏寒残疾了 他唯恐夏寒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在这种失衡的心态下 他频频向萧氏夫妇施加压力 以期他们能好好的对待夏寒 其实 他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萧氏夫妇性格纯朴坦荡 他们像对待自己亲生女儿一样 对待夏寒 完全不像张主任想的那么阴暗 无端的指责之下适得其反 萧氏夫妇离开了 他只好找保姆 不过他倒是放心了 因为他觉得有钱就可以有一切 殊不知多少钱也是买不来真情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 他忽略了萧天阳 他天真的认为 萧天阳住着他们家的房子 吃着他们家的饭 就应该听他们的 要知道 男人都是有自尊的 即使是萧天阳也如此 无论是谁 不管给了他多少好处 一旦冒犯了他的父母 他都会记在心里 骄横跋扈的张主任 怎么也没有想到 正是他亲自在萧天阳的心底 埋下了一桶炸药 这桶炸药 也许会将这个家炸得粉碎 结款日很快到了 虽然很多药店都进了 何曼兹推荐的药品 但是销量并不好 所以回款并不多 而提成是按回款算的 说起来最大一笔回款 还是张小虎那一笔 如果不是有张小虎那一笔 何曼兹的提成 简直少得可怜 现在只能还说得过去 不过也是排在后几位 最近简直是焦头烂额 无缘无故地 被那个疯女人打了一顿 无端地戴上了第三者的帽子 以至于高浩宇几次来电话 他都没有接 而宁心似乎也是心神不宁 每天呆呆地发愣 问他他也不说 只有鱼航 每天还是嘻嘻哈哈的 该怎么样怎么样 门铃突然响了 何曼兹一愣 平时除了收煤气费的 很少会有人来 可是似乎收煤气费刚收过 会是谁呢 何曼兹满心疑惑地打开房门 却是高浩宇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 何曼兹满心疑惑地问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高浩宇笑道 何曼兹并没有心情和他说笑 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 高浩宇跟了进来 轻轻地关上门问道 你最近忙什么 不接我电话 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了呢 我没事 我很好 我们以后还是不要联系了 何曼兹冷冷地说 为什么 高浩宇毫不客气地坐在了床上 因为我怕没命 难道和我在一起 还有生命危险 高浩宇笑着问道 太有了 何曼兹堵气地拨开额头的头发 还没有愈合的划痕 赫然出现在高浩宇的面前 你这是怎么 高浩宇突然愣住了呆单地问道 难道是韩若宇 除了他 除了他还有谁 简直是个疯子 何曼兹愤愤地说 半傻 高浩宇才长长地出了口气说 对不起 我不知道 何曼兹烦躁地摆了摆手说 以后你别找我了 我可不想再在大街上被人追打 很好玩吗 曼兹 我 我不管你怎么想的 你先把韩若宇这事弄清楚了 否则我们连朋友都没法做 没听说做朋友还会挨打的 何曼兹越说越生气 高浩宇站了起来叹了口气说 唉 对不起 我先走了 何曼兹硬着心肠并没有回头 任由高浩宇自己走了 何曼兹眉头紧锁 站在窗前 呆呆地想着自己的心事 突然 门铃再次响了 他不由得叹了口气 一定是高浩宇不甘心 去而复返 他走过去开了门 劈头就喊道 我不是说过了吗 你怎么 突然 他愣住了 因为门外站着的人并不是高浩宇 而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 脸上同样是绸云密布 何曼兹突然觉得 这个男人很面熟 似乎在哪里见过 请问 宁心是住在这里吗 男人开口问道 啊 你是 何曼兹惊讶地张大了嘴 男人口中的一句宁心 提醒了他 这个人 正是照片中那位姐夫 我是他的姐夫 陈鹏 来人似乎有些艰难地说道 啊 你在这儿等一会儿 我去看看他在不在 说完 何曼兹一溜烟地向宁心的房间跑去 他没敢敲门 直接推门就进去了 却把宁心吓一跳 此刻他正拿着镜矿发呆 吓得差一点把镜矿扔到地上 死丫头 你风风火火地干什么 宁心皱着眉头说 宁心姐 不好了 照片中的人来了 他凑过来指着照片中的陈鹏 小声地说 何曼兹能明显感觉到 宁心的身体一震 随即近况滑落到地板上 脸色煞时变得苍白 你就说我不在 半傻 宁心才艰难地说道 声音干涩而无力 好 何曼兹转身离开 却愣住了 因为他发现 陈鹏不知何时 已经站在门口 脸上也是一副 悲痛欲绝的表情 双眼 甚至蓄满了泪水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悄悄地走了出去 轻轻地关上了门 片刻之后 房间里传来了 阴阴的哭声 何曼兹不禁苦笑 正所谓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离别难 相逢更难 可是相逢了又能怎样 又纳闷的 难道我们住的地方 很有名吗 为什么每个人都能找到 先是高浩宇 接着又是这位陈鹏大哥 真是奇怪了 何曼兹在床上躺了好一会儿 才听到门响 估计是陈鹏离开了 他捏手捏脚地站起来 悄悄地走到宁心的房门口 轻轻地问道 宁心姐 我能进来吗 半晌 宁心带着哭腔说 进来吧 宁心脸上的泪痕 还没有干 何曼兹走过去 轻轻地抱住他 一时也不知道 该怎么安慰 他说他是爱我的 他要和我结婚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到底该不该相信他 宁心像是自言自语 又像是在征求 何曼兹的意见 何曼兹痛苦地咧了咧嘴 他自己的事情 还乱糟糟地 又怎么给别人出谋划策 不过他还是试探着问道 宁心姐 你爱他吗 我 我不知道 话一出口 何曼兹就后悔了 他再迟钝也看得出来 宁心还是爱着陈鹏的 只是心中有诸多的顾虑 诸多的矛盾 一时间却无法解决 这份爱 承受了他不应该承受的重量 两人相拥半晌 宁心突然站起来 发疯似地打开柜子 收拾东西 何曼兹 一边拦他 一边问道 宁心姐 你干什么呀 我不要再见他 我要离开这 我要搬家 宁心姐 你冷静点 你想他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才找到你 他会轻易放弃吗 你就算搬了家 我想他也能找到的 再说 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你不管我们了吗 宁心慢慢地停下手 颓然地坐在了床上 宁心姐 虽然我不大懂 但是我也明白 爱有时是一个巨大的圈套 不管是怎么开始的 是因为什么开始的 一旦开始了 就一发不可收拾 你会被牢牢地套在里面 所以 你不要管它是怎么开始的 重要的是彼此的感觉 因为相爱 才是最重要的 宁心茫然地点了点头 与其这样痛苦 还不如给彼此一个机会 也许可以呢 何曼兹继续劝导 宁心再次茫然点头 何曼兹不禁苦笑 他在这里说得头头是道 可是在爱情上 却是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 有什么资格开导别人呢 不过 也许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吧 高浩宇打开门 怒气冲冲地 冲进韩若宇的房间喊道 你长能耐了是吧 你去找何曼兹打架 你凭什么呀 韩若宇缓缓地坐起来问道 是他告诉你的 你们又见面了 是吗 你管我和谁见面呢 我和你什么关系也没有 我们分手 你以后别说是我女朋友 韩若宇咬了咬牙问道 你真的要和我分手吗 是的 高浩宇斩钉截铁地说 你要和何曼兹在一起 你管我和谁在一起呢 我和谁在一起 也比和你这个疯女人强 你知道吗 你都快把我逼疯了 高浩宇生死力竭地喊道 韩若宇猛地跳起来 向高浩宇扑来 高浩宇早有防备 一下抓住了他的双手 把他甩在床上 接着房间内 一片噼噼啪啪的乱响 东西砸了一地 高浩宇就这么冷冷地看着他 心如死灰 和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过下去 这样的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 韩若宇猛地拿起床头 跪上水果刀 向外冲去 高浩宇一把抓住他 力声道 你干什么 我要去杀了那个贱人 韩若宇恶狠狠地喊道 高浩宇无奈地摇了摇头 将刀移到自己的脖子上 无限凄凉地说 你杀了我吧 求求你 杀了我吧 我受够了 说完 说完 闭上了眼睛 韩若宇的眼神里 射出怨毒的光芒 可是这一刀 却怎么也刺不下去 他爱高浩宇 胜于自己的生命 他怎么可能杀他 终于 当郎一声响 刀掉到了地上 高浩宇睁开眼 冷冷地看着他说道 韩若宇 我们缘分已尽 还是分手吧 你要死我陪着你 想要我的命 你随时可以来拿 但是我们的事 与别人无关 韩若宇凹的一声寒 拳头像雨点般 向高浩宇的身上砸来 可是他丝毫没有闪避 任由他打着 所谓 哀莫大于心死 他的心 真的死了